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不同院校对于同一专业的选考科目的要求都可能不同 所以如果你有心仪的学校 你就可以具体看这个学校在本省招生的专业要求就可以了 如果能看出整体的规律那就更好了 比如像中国科技大学 它所有招生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 那报考这个学校的任何专业都要求满足选考物理的要求 那如果你是有比较明确的专业目标 那你可以看不同院校针对该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 但是要注意相同专业在不同高校可能有不同的选考要求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自己能够成功录取到的这个专业最有力的选择搭配是什么 看看选哪个或者哪些科目能够符合大多数院校对于这一个专业的科目要求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天津医科大学的医学专业要求物理化学生物三科军选才能报考 而北京大学的医学专业要求选科是物理和化学 所以如果你想学医目标院校中梦想学校是北大医学部 而保底的院校是天津医科大学 那么你最稳妥的搭配就是物化生军选 如果你在高中阶段没有明确的目标院校或者专业 那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多看看不限选考科目的院校和专业 来扩大自己的专业选择面 那新高考的省份考生要确认自己所在省份的支援填报政策 以下是整理的对应的表格 志愿填报和选考科目是挂钩的 考生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要确认自己是否符合该专业的报考科目的要求 否则你就会浪费一次投档的机会 那第二志愿填报策略 虽然志愿填报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但是本质上还是用自己的分数去敲开学校的大门 加上现在投档采用平行投档的方式 总的来说就是考的分高就有优先被投档的机会 那一旦启动投档程序就会一直按你填报的志愿进行投档 看你填报的志愿是否还有名额来录取你 直到穷尽你所有填报的志愿你被录取为止 所以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照充文保的策略进行 那如何确定充文保各自对应的院校呢 我们要参考往年该院校或者专业组的最低投档分 所对应的省排位 那排位相比单纯看分数而言是一个更加可靠的指标 因为分数的波动每年是很大的 而高校每年录取多少人 这些人的分数在全部考生中的排名是相对固定的 比如说在网上检索中山大学 我们就可以查到不同生源地 往年录取到该院校的最低录取分数 以及该分数对应的省排名 那也可以查到具体的专业的最低录取分和对应的排名 在具体填报志愿的时候 应当把比自己排位稍高的学校或者专业 放在前几个志愿中 这个叫充 然后把跟自己排位差不多的院校或者专业放在中间 这个叫稳 最后把比自己排位还厚的学校和专业放在最后 这个叫保 那我在这里建议 各位考生还是尽量把志愿填报的所有选项 按照这种梯度都要填满 不然万一当年的形式有变 你只填了稳的档次 后面保的档次没有填 那就有可能第一次投档结束的时候 你还没有被录取 这个时候只能进行志愿征集了 也就是把那些还没有招满人的学校拿出来 让你再填一次 这个时候几乎就没什么好学校了 第三 不同填报模式下分别要关注的数据 实行院校专专业组模式的省份 考生应该关注院校每个专业组的最低录取分 和及其相对应的排位 和每个专业对应的最低录取分及其对应的排位 那关注这两组数据的作用是 如果学生没有明确想自己报考的专业 只是想报考这个学校 那就可以看看这个院校各个专业之间分数线 它对应的排位 看哪个专业组的分数线 比较符合自己的情况 根据冲文保的策略进行填报 那如果考生有比较明确的专业 那你就可以对应去找一下具体的专业的分数线和排位了 那针对专业和学校的模式 由于不存在服从调剂这个选项 那你只能按照自己的分数和排位逐一填写专业制限 因此你应当注意高校中具体专业的分数线 当然如果你没有明确的专业目标 只想报考这个学校 那么就去查看这个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 再看看这个分数线对应的是哪个专业 这个也是可以的 专业加学校的模式下 你要对自己所想填报的专业的 往年分数线和排名进行一个排序 然后从高到低进行填写 第四要注意服从调剂这个选项 院校专业组的录取模式下还保留了服从调剂这个选项 你如果不想复读 那最好还是把服从调剂这个选项勾上 不然就有可能被退档 后果就是本批次的投档程序它就终止了 你只能在下个批次进行投档或者进行志愿征集 那最直观来说就有可能 本来是可能上本科的 最后只能上专科了 总之啊 志愿填报是一个非常具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熟悉当年的招生规则和志愿填报的规则 那第二呢 就是对往年各个院校和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和排位 进行认真的研究仔细的分析 那第三呢 就是以自身的考分和排位为出发点 以冲文保三字为原则 再结合自身的兴趣特点资源 再综合考虑城市院校和专业这三个维度 最终啊做出最优的选择 以上就是这一讲的所有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